協助處理 空服員 空服員拉住白衣襯衫乘客 就怕他又衝上前 但不管怎麼勸 對方依舊火氣很大 男子再度和黎明乘客發行衝突 兩人互相拉扯 嚇得空服員擋在雙方中間 他在衝 他在衝擊 不要衝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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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場面一度混亂 空服員速度大聲嚇阻 其他旅客也上前幫忙 才終於結束這場驚魂季 7號長榮航空 桃園飛往舊金山的BR08班次 起飛三小時後 百一乘客因為受不了 旁邊乘客咳嗽 自行更換座位 另一名外籍乘客看見 告知位置有人坐 沒想到兩人因此發生衝突 我們通常都是會採用 三角形的方式 比如說兩邊會站著 一個空服人員 然後後面會有一個空服人員的話 是拿塑膠繩 來協助我們把他綁起來之後的話 讓他自己整個人冷靜下來 空服員應用阻擋 也讓不少網友大讚辛苦了 空服員還兼保全 而同班機的乘客 也透過朋友轉述 當下真的很可怕 機關班機提前半小時抵達 但落地後所有人都不能動 等到航警和醫療人員 抵達確認空服員和涉案乘客 有無傷事後才依程序下機 常用航空回應 採取零容忍政策 機長已通報舊金山航警 並確保航機平安抵達 涉案乘客也已被警方帶離 為了一個座位大打出手 先先釀成飛鞍危機 也讓其他乘客飽受驚嚇 三連新聞正常的雙雲 台北倉報道